來看這是天然的腳踏車鎖頭嗎 有一名網友先前準備要去取腳踏車的時候 竟然發現他的前輪有一條蛇 如鎖頭一樣纏繞整個車輪 他無法騎車 感到非常的苦惱 生怕這一騎車可能就會弄傷蛇 那內行網友也驚喜的表示說 其實這條蛇應該是黑莓錦蛇 是第三級的保育類動物 如果隨意獵殺會觸動到動飽法 所以民眾發現其實可以撥打市民專線來通報處理 再看到現在是綠島的旅遊 忘記每天大約有兩三千人到綠島旅遊 島上的垃圾清運會不會有問題呢 台東線環保局表示已經完成了尾辦招標 今年是不會有問題的 不過兩年前德標廠商無法運出的垃圾 正在進行訴訟 大約有五百公噸的垃圾會變成證據不能清運 那綠島相公所也擔心可能會占用垃圾廠的空間 不過環保局表示會在跟律師研究 再來看到這牛肉可以不用吃太熟 可是雞肉生吃可能會拉肚子 最近有網友就到一家知名的餐廳用餐 點了一份海鮮灌湯包 結果家人吃到一半發現這雞肉是生的 業者只是問他們說要山丹 還是崇尚一份 那現在的網友覺得業者態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那麽不可怕 2045年 2045年 2020 2095年